我认知阿姨快十七年了 兒子好像有說你有念他說 什麼開車要小心這件事情 就是要讓媽媽擔心這樣 他兩個都愛玩車 媽媽會不會特別是 小至19歲的時候我有跟他講 你開車是開車但是要小心 為什麼我說要小心 我揍媽媽的心態就講說 媽媽的皮膚幫你生的好好的 你不可以把我弄破 我是這樣講他 結果沒有想到去年 他整個皮膚完全沒有破 但是把骨頭弄破 因為他很孝順 他有做到 他有做到 金花姐那時候應該非常的擔心 擔心車禍這個是難免的 但是我很自信 不會沒有面子 一定有 好心有老婆 有三個習慣 大概是 大概是 但有沒有希望他以後 不可以開太快 對有特別經營他什麼嗎 就是發生那間意外之處 我沒有 因為他等他恢復正常 完全康復了 現在還大概 只有我問他 他說大概八成而已 他說恢復八成 他說恢復八成 都沒有講 因為他自己應該知道啊 那時候有跟你道歉說 媽媽對不起 讓你擔心了這樣 有有 就是自責這樣 對 會啊 他最擔心的是把 怕把小孩子 讓他以後有遺憾這樣子 那還好小孩子沒事 不然他會 他有做過 終於會遺憾 小孩子如果有事 幸好沒有事 受傷的是他自己 所以我說你很孝順啊 皮膚都沒有弄破啊 媽媽當初沒有講骨頭啊 所以 你很孝順 骨頭弄破 皮膚沒有弄破 謝謝